第1191章 当一个演员 花女开始召唤藤蔓和树根将巨型傀儡缠绕 当那些洞穴诸如发现的时候 他们所打造的巨型傀儡已经被层层包裹 纵使他们拼命地激发 也无法令巨型傀儡挪动半分 寒武趁机爆发出自己的威慑之力 青铜级的威慑之力 对于拥有很高智慧的洞穴诸如难以产生效果 他们无视寒武的威胁 抄起各种工具 凝聚土之力化为土偶傀儡向寒武杀来 寒武挥舞巨剑直接将冲在最前面的一头洞穴诸如斩杀 当即寒武就收到了提示音 宿主击杀洞穴诸如 洞穴诸如族仇恨值加一 寒武已经适应了乱星海内不时发生变化的法则 既然洞穴诸如已经仇恨上了他 那就说明已经没有驯服的必要了 既然如此 寒武索性就放开了 杀 随着巨剑挥舞 一头头洞穴诸如被寒武所斩杀 一口气杀了近百头洞穴诸如 剩下的洞穴诸如们终于怕了 在他们看来 寒武已然是一个无法战胜的战神 这些洞穴诸如纷纷跪地表示投降 只求寒武能够不再屠戮他们这个种族 寒武这才意识到 这个小星球的法则和之前黑鱼人小星球相比 还是有些不同的 这个小星球内 即便是受到了洞穴诸如的仇恨 却依旧能够收服他们 看来洞穴诸如是很识实物的种族 寒武最喜欢这样的种族了 答应了洞穴诸如的投降后 寒武让花女解开对于巨型傀儡的限制 对于傀儡之术 寒武有些造诣 在他的指导下 洞穴诸如对巨型傀儡开始改造 并在很短时间内进行了测试 因为听了寒武的意见 巨型傀儡的整体性能提升50% 综合实力已经能够达到帝皇级水准 并且因为寒武在傀儡改造方面 所表现出来的专业 一些洞穴诸如对寒武生出纯粹的敬仰 成了为寒武的信徒 其中更是有一名洞穴诸如 因为过度崇拜寒武成为了他的狂信徒 对此 寒武并没有太过在意 崇拜他的人多了 一名小小的狂信徒 还没有到值得他在意的程度 或许等这名洞穴诸如成为圣徒 方能在寒武的心中存在一点地位 一番折腾 总算是收服了洞穴诸如族 这个青铜小星球里 也就只剩下冰雀一族 还没有归顺寒武 冰雀一族可是数量达到数十万的大族群 为了让冰雀顺利归顺 寒武必须得做好充足的准备 所做准备中 最有威慑力的 便是他刚改造完的巨型傀儡 寒武命令那名狂信徒洞穴诸如 驾驶着巨型傀儡 向冰雀一族发起袭击 以巨型傀儡的机动力 防御力以及攻击强度 冰雀一族必定拿巨型傀儡没办法 到时候 寒武再上演一出英雄降临的戏码 看看能否哄骗住那些冰雀 这主意虽然听起来很馊 但其原理出自帝都学院的教材 并且有大量事实证明 不少外遇种族 就好这口寒武 也不过是当个演员 收窃信徒 勉强糊口罢了 计划顺利进行 巨型傀儡闯入冰雀族的集聚地后 便遭受到了冰雀们的猛烈攻击 每秒都有海量的冰刺 冰块投向巨型傀儡 但巨型傀儡 愣是凭借着自己优良的性能 将一切冰属性攻击抵挡在外 甚至还释放了两发碎石炮 击弱了数百只冰雀 有同族伤亡 令冰雀一族愤怒起来 更多的冰雀参与进去 释放冰属性攻击 却依旧没啥用 他们所能够起到的作用 只能是让周围的环境更加寒冷一些 暗处观望的寒武便知道 该自己出场了 当即寒武降临 以强横姿态硬刚巨型傀儡 其英勇身姿被不少冰雀看在眼中 并为之震惊 他们这么多冰 却都搞不定的巨型傀儡 竟然在寒武的攻击下 节节败退 可见寒武的实力有多强 顿时 一道道纤细的信仰之线 连接在寒武的身上 已经有冰雀成为了寒武的范姓图 寒武再接再厉 再不破坏巨型傀儡的前提下 尽可能地把场面制造得宏大些 引得更多的冰雀 为寒武建议勇为的举动而感动 寒武也凭借自己精湛的演技 获得了数万冰雀的信仰 并顺利赶跑了巨大傀儡 而随着危机解除 冰雀一族便对寒武表示由衷的赞叹 是寒武及时到来 拯救了冰雀一族 寒武顺势释放驯服之力 这些傻鸟更是被虎得一愣一愣的 近乎全族都成了寒武的信徒 这可是数十万的冰雀族 虽然综合实力一般 可数量上去了 所提供的信仰之力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寒武计算之下 发现这群冰雀所提供的信仰之力 已经占到了自己目前 所有信仰之力的一半 这全是一场戏 所带来的巨额回报 寒武已经在思考 要不要下一个小星球继续演戏 当一个演员 以最少的力气 拿最大的收获 也没什么不好的 当然 作为一个卷族的神明 寒武自然不能只享受 冰雀们所提供的信仰之力 还需要为冰雀种族的发展贡献一份力 虽然没有培育过冰雀 可寒武却非常清楚 勤爽培育雷雀的过程 他从勤爽的经验里 找出一些适合冰雀体制的培育办法 传递下去 令冰雀们兴奋不已 在寒武的英明指导下 冰雀族很快就诞生出了一名圣徒 对此 寒武十分高兴 乱星海里的规矩虽然乱 可在眷族培养方面 却如同开挂一般 快得一逼 只要找到突破口 一天培育出圣徒不是梦 要比正常神域里 花费数年甚至数十年来 培育一名圣徒 方便很多 这也算是乱星海的特色 也随着冰雀族诞生圣徒 熟悉的提示音再一次响起 宿主获得冰霜之力以及能力 飞行 各占据两点神性空间 是否加在 冰霜之力 青铜级可操控冰霜的力量 通过改变冰体的形状等因素 进行不同方面的攻击能力 飞行 可换出一双翅膀 进行飞行 两种全能对于寒武而言 都非常有用 寒武现在的神性还存在九点空余 拿下两个全能完全没有问题 加在完两种全能后 寒武实力又获得了些许提升 对于这颗小星球的征服 也趋近于尾声 他觉得 他该离开了 只是 这一次离开 除了带上岁玉剑锋和花女之外 是否还带上巨型傀儡呢 巨型傀儡帝皇级的实力 让寒武十分看重 但巨型傀儡需要一名洞穴诸如的操控 寒武思来想去 为了获得巨型傀儡的力量 只能在自己的团队里填上一个名额 作为狂信徒的洞穴诸如 听说寒武愿意带他离开这颗小星球 去探索其他星球 当即信仰升华 直接晋升为圣徒 这也让寒武心里好受一些 洞穴诸如实力不强 潜力一般 可若是一名圣徒 那至少能保证 其忠心无可挑剔 做好一切安排后 寒武带上自己逐渐成型的队伍 开始等候门的出现 尝到了甜头的寒武 这一次不再满足青铜门所带来的利益 他决定 下一个要探索的星球 必须得是白银级 第1192章 送到嘴边的肥肉 通过星图的指引 寒武只用了一天时间 便等到了白银门的出现 白银门存在时间 依旧是稍纵即逝的一分钟 寒武支付了四把白银钥匙 才将整个队伍带入白银小星球 这情况也令寒武有些感叹 乱星海规则很人性 并没有把巨型傀儡当作一个名额 否则寒武定然还得多掏一把白银钥匙 白银小星球内 气氛果然不一般 他们刚到 便遇上了一波卷族暴动 一大群各种族的兽型卷族飞一班来 大地都为之震撼 仿佛有某种可怕的东西在追逐他们 寒武赶忙命令洞穴诸如 进入巨型傀儡的驾驶舱 操控巨型傀儡载着他们 跑在大群兽型卷族的前面 也因为恐慌 这群兽型卷族本就低的理智 此刻已经成了附属 竟然有兽型卷族 公然向寒武的巨型傀儡发起攻击 寒武也没惯着他们 扛起巨剑 开启飞行能力 便对着那些兽型卷族砍 不少兽型卷族被他砍杀 死后被后面的兽型卷族踩踏成肉泥 寒武也在杀戮中 威慑之力获得成长 顺利晋升为白银级 白银级的威慑之力 要比青铜级更加强大 能够扭曲方圆十米内的空间 形成可怕景象 并且还能够对弱小的生命体 释放轻微的精神攻击 寒武当即实验一把 随着他将威慑之力释放 不少兽型卷族被吓得当场倒地不起 后面的兽型卷族更是赶忙停住脚步 分开向左右两个方向逃 对于威慑之力的效果 寒武相当满意 这也让他有些好奇 这群兽型卷族后面究竟有什么 让这些兽型卷族 如此害怕寒武维持着威慑之力 命令洞穴诸如 驾驶着巨型傀儡 向兽型卷族所逃跑的反方向前进 很快 他就看到了一头 身高足足有百米的战争巨兽 他发出刺耳的咆哮声 驱赶着这里所有的兽型卷族逃跑 通过他所散发出来的威严 寒武能够大致猜出他的生命体等级 大概也就是帝皇级程度 和巨型傀儡相当 眼尖的花女这时提醒道 小心 这头战争巨兽的头上 有神域玩家的气息 寒武顺着花女的视线看去 正看到一名神域玩家 盘坐在战争巨兽的头上 看起来是在大笑 他在以驱赶这个小星球的 兽型卷族取乐 对于这种恶趣味 寒武不想评价 毕竟他也不是什么好人 真正让寒武看中的 还是那名神域玩家 拥有淘汰之力的寒武 能够在杀死神域玩家的同时 收获该名神域玩家一半的神性 如此洁净 可要比培育卷族来得快多了 只是 从当前情况来说 那名神域玩家 并没有做出 违反自己承受底线的事 寒武微微思索一番 还是决定算了 自己没有理由去消灭一个 和他完全不相干的人 这又不是在文明入侵 可正当寒武想要转身离开之际 那名神域玩家 却看到了寒武 更确切地说 是寒武坐下的巨型傀儡 巨型傀儡身上 镶嵌满了坚硬的宝石 在光芒的照射下 红彤彤一片 想让人不注意都难 而后 那名神域玩家 又看到了 坐在寒武身边的花女 花女妖娆的身段 让他蠢蠢欲动 仗着自己拥有战争巨兽 那名神域玩家 操控战争巨兽 向寒武这边冲了过来 喂 遇上就是缘分 现在把你的奴隶 和身上的金币 以及钥匙都给我 我放你一条生路 寒武听后 脸上隐隐浮现出些许激动 送到嘴边的肥肉 他岂能不吃 那名神域玩家 却还不知道 自己即将大难临头 依旧在说道 别想着反抗 否则以我战争巨兽的实力 一脚 就能够将你们 统统踩成肉饼 听着这名神域玩家的威胁 寒武只感觉不亚于仙乐 他本没有理由 对这名神域玩家动手 现在好了 这名神域玩家 自己送上了门 既然如此 可就别怪他寒武下手狠了 岁玉剑锋 花女 准备战斗 寒武一声令下 而后蓄力弹出 期间他发动了能力 飞行 身体如同一根箭矢 直冲向战争巨兽的头顶 岁玉剑锋 抽出四把长剑 宁心静气 开始会聚风之力 经过不断的研究领悟 他终于找到了斩铁士的精髓 并在此刻成功施展 虽说他当前 依旧还是君王级的实力 但强力的斩铁士 能够将他综合实力 提升一个等级 达到能够重伤 帝皇级战力的水准 一把数百米长的 风之长剑 在岁玉剑锋的能量 汇聚下诞生 岁玉剑锋 当即挥舞风之长剑 对着战争巨兽就是一展 战争巨兽纵使皮糙肉后 也难以抵抗斩铁士 所携带的风之锋芒 顿时皮开肉战 受伤惨重 花女也在此刻凑热闹 她抬手弹出数十颗种子 精准地落在战争巨兽的伤口处 种子吸收鲜血 开始迅速成长 生根发芽 根筋刺入血肉的痛苦 令战争巨兽 再也无法站稳 推金山岛玉柱般扑倒 寒舞也正巧来到 那名神域玩家眼前 手中巨剑用力砸下 宝石之力 令寒舞能够释放出 百分之二百的力气 致使这一展更加强劲 而那名神域玩家 也不是弱者 纵使战争巨兽不能帮助她 她依旧拥有一战之力 自她身上爆发出阵阵金光 把她整个神区 渲染为金黄色 她竟然用自己的身体 硬抗住寒舞的一展 身上所留下的 也不过只是一道白色印痕 想杀我 你还差得远 那名神域玩家叫嚣道 并开始挥拳朝寒舞砸去 刚猛的全劲 令寒舞也难以抵挡 只能飞行闪避 不过这并不代表寒舞没办法 飞行在空中 寒舞激活青铜级的冰霜之力 降下大量冰雪 将那名神域玩家覆盖 再硬的皮肤 也难扛冰霜之力的冻结 那名神域玩家 很快便被冻住身形 难以脱身 这下他终于怕了 当即向寒舞说道 我的队伍就在附近 你若是杀了我 他们绝对不会放过你 寒舞没做回应 只是飞上高空 以拒见怒掌而下 将这名神域玩家的生命终结 本来没打算动你的 你何必呢 寒舞的嘟囔声 在那名神域玩家的尸体上响起 只是那名神域玩家 再也听不到了 第1193章 斩杀计划 解决这名神域玩家后 寒舞的淘汰之力发挥作用 从那名神域玩家身上 吸收到了16点神性 这16点神性 融入寒舞的身体内 促使寒舞自身的神性达到了20点 以他现在的情况 拥有白银级威射之力 青铜级寒冰之力 能力 飞行 黑铁级宝石之力 驯服之力 淘汰之力 能力 奔跑 能力 射箭 能力 缓慢愈合 这些全能共占据了 寒舞14点神性的空间 他还有6点神性可供加载 还是通过淘汰之力 获得神性的速度快些 寒舞感叹道 岁玉剑锋和花女 凑到寒舞身边 岁玉剑锋有些担心 他清楚地听到 那名神域玩家死前 说他的团队就在附近 以他们现在的阵容规模 若是碰上些带有 帝皇级奴隶的神域玩家 很可能会被斩杀于此 神明大人 我们该怎么办 花女柔柔地向寒舞询问道 跟随寒舞 花女并没有在遭受 蹂躏和强迫 也因此 他对寒舞多了几分敬重之意 遇到是 就想要询问寒舞的意见 寒舞也在思考 乱星海内的情况 远比他想的复杂神域文明内 神域玩家之间 除非存在深仇大恨 否则不会相互杀戮 可放在乱星海 陌生神域玩家的危险性 简直要比眷族还大 在避风港之外的小星球 似乎相互厮杀才是真理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先下手为强 寒舞开口道 已然明白 神域玩家之间关系的寒舞 也不再纠结于自己的坚持 自己不杀别人 别人就会上赶着来杀自己 既然如此 那不如 趁着别人还没有防备之前 提前出手 这样还能够夺得几分仙计 碎玉剑锋脸上 顿时带起欣赏的表情 他最喜欢直率的人 寒舞的果断 让他很是中意 花女也点点头 他做过奴隶 对于神域玩家十分厌恶 寒舞把所有的神域玩家 杀光才好 至于在巨型傀儡中 洞穴傀儡 他对寒舞的信仰 已经达到了圣徒程度 寒舞的决定 就是他努力的方向 为此 哪怕是赴汤蹈火 那些神域玩家所在的位置才行 这点上 花女最在行 虽说她的实际战斗力较差 但花女在辅助方面 属于金牌行家 她将手按在树上 以树为连接 感知向着周围快速扩散 通过一棵棵树 进行感知传递 花女感知到了一个 由神域玩家所组建的小团队 那里还存在着四名神域玩家 并且每一名神域玩家 都带着一个拥有帝皇及实力的奴隶 如此规模 花女也感觉有些棘手 若是真和这个团队对上 怕是神域玩家们还没有出手 寒武一行 就会被四头帝皇及实力的奴隶所灭杀 不过现在 他们还有机会 将所感知到的情况告诉寒武 寒武便开始思索 接下来的计划 最好的办法 自然是将剩下的四名神域玩家分开 一一解决 而让他们分开的契机 又是什么呢 寒武想到了 刚到这颗小星球时 所遇上的卷族暴动 战争巨兽 凭借自己的体型和实力 能够将大量兽型卷族 吓得四散奔逃 他寒武也行 没有庞大的体型 就用威慑之力代替 扭曲空间 给那些兽型卷族 一个畏惧的影像即可 至于实力 巨型傀儡能够爆发出 媲美帝皇级的力量 而且 还没有血肉之躯 所拥有的各项弊端 怎么不算一个强力的帝皇级战力呢 制定好计划 寒武果断开始实行 他维持着威慑之力 营造出野蛮庞大的野兽闯入的景象 吓得那些刚刚稳定下来的兽型卷族 纷纷向着与寒武相反的方向逃窜 花女和碎玉剑锋 分别在两侧制造阻碍 防止这些兽型卷族跑偏 在四名神域玩家 所搭建起来的临时营地 一阵轻微的地动传来 四名神域玩家 很快就注意到了这点 该死 一定又是战争巨兽在胡闹 一名神域玩家断言道 队长 你就不能管管他吗 每到一个小星球 就搞这一出一名女性 神域玩家有些不满地说道 被称呼为队长的神域玩家 先是安抚一下众人的情绪 等他回来 我一定好好和他谈谈 如果做不到 那干脆就不要留在队伍里了 可兽型暴动马上就要到来 四者外加他们的奴力很强 可面对规模巨大的卷族暴动 也不愿意多浪费力气 咱们先找地方躲躲 先避开这场卷族暴动再说 队长提到 随即另外三名神域玩家 才开始指挥着自己的奴隶 找地方躲避 花女通过树木 感知到了这一点 赶忙将情报传递给韩武 他们分开了 位置在 韩武得到情报 赶忙开始行动 这种斩首行动 必须要快 否则很容易被其他神域玩家发现 很快 他便借着卷族暴动声响的掩护 赶到了一名神域玩家附近 此刻这名神域玩家 正和他的奴隶银耳犬女 躲在一处山洞中 山洞里 还不时传出阵阵扭捏的汪汪声 韩武叹口气 心想这名神域玩家心真大 随即 他悄悄进入山洞 在那名神域玩家 和银耳犬女政 兴奋至极 挥舞巨剑 轻松斩杀二者 做完这一切 韩武继续寻找第二个目标 从花女所传递过来的情报中 剩下的三名神域玩家里 有两人是聚集在一块 另外一人则在距离不远处 韩武目标便选定了那单独的一人 虽说是一人 可那名神域玩家身边 也守护着一个 带着项圈的奴隶 拥有帝皇及实力的暗影魔人 暗影魔人的感知很敏锐 他能够轻松探查到 周围的异常动静 韩武在飞向他们之际 甚至看到了暗影魔人 朝他所在的方位瞟了一眼 却有没有任何反应 如此情况 让韩武确定了一点 这奴隶对于该名神域玩家 并不忠心 甚至巴不得 那名神域玩家死 既然如此 韩武不介意帮助暗影魔人一把 他飞速靠近 而后以斩铁士 斩向那名 还未有任何察觉的神域玩家 据见落下 那名神域玩家 伸手易触 暗影魔人脸上 带上兴奋的神情 同时警惕地看向韩武 应该是在担心 韩武会对他出手 快离开吧 韩武说道 视线看向 另外两名神域玩家所在的方向 刚才的动静 已经引起了二人的注意 他们正带着自己的奴隶 向着韩武所在的方向赶来 第1193章 为自己而战 看到同伴伸手易触 队长和他身边的女伴 女性神域玩家 对着还没来得及 逃离的暗影魔人 破口大骂道 句句很辣 根本没有把暗影魔人 当成并肩作战的伙伴 完全就是 当作一条呼之泽 来挥之泽去的狗 暗影魔人脸色顿时阴沉 他在自己的族中 也是一个精彩艳艳的天才 可因为和其他种族对战 失败的 他被神域玩家捕获 成了奴隶之后 他就一直过着 非打即骂的日子 他也有尊严 他也有情感 可这些神域玩家 却把他所有的一切 按在地上摩擦 没了主人的暗影魔人 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颠生 他的主人死了 他就没了任何束缚 既如此 那多杀几个神域玩家 又算得了什么 两名神域玩家 瞅着暗影魔人抽出了武器 肩面色一冷 他们根本想不到 平日里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的暗影魔人 竟然敢对着他们掏出武器 购买这件武器的金币 还是出自他们团队 反了 当真是反了 今天便宰了你这头 吃里爬外的狗东西 女性神域玩家 怒声骂道 随即命令自己身边的黑翼仁 向暗影魔人发起攻击 黑翼仁瞧着 同病相连的昔日同伴 心里不忍敌对 可他的命 掌握在女性神域玩家手里 若是不听从命令 脖梗上的项圈 就能够要了他的命 对不起了 兄弟 黑翼仁开口道 暗影魔人轻声回道 没关系 我只是在为自己而战 一句话 轻飘飘 可传入黑翼仁 以及另一名奴隶 狂狮耳中 却不亚于一场心灵大地震 为自己而战 多么重刀的行为 他们在成为奴隶之后 就再也没有了 做这种事的机会 这时 碎玉剑锋 花女 和巨型傀儡 也赶到了寒武身边 三者的出现 另暗影魔人 黑翼仁 以及另一名奴隶 狂狮未知侧目 他们都注意到 碎玉剑锋和花女的脖梗上 并无代表着奴隶身份的项圈 狂狮 给我去撕碎他们 队长赶忙下令道 狂狮接受命令 纵使心有不甘 却也只能前往 只是碎玉剑锋等 卷祖所带来的触动 让他们根本无心战斗 仅仅是花女 便拖住了狂狮的消极进攻 暗影魔人和黑翼仁之间 也展开激烈的对决 看起来很激烈 实则都是苗边战术 谁也没下厮守 他们都在等 等寒武将两名神域玩家所斩杀 他们好获得自由 队长二人 岂能看不出现场状况 也深知 想要打破当前局面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杀掉对面的寒武 小子 遇上我们 算你倒霉 受死 队长说着 身体开始发生变化 转瞬间就变成了一头 肌肉膨胀的诗人 各种能力共同作用 令队长的诗人状态 轻松达到帝皇级水准战力 女性神域玩家 也发挥出自己所擅长的力量 她抬手召唤 一杆法杖出现在她手中 在法杖上 镶嵌着六颗各色宝石 分别代表着 她所拥有的力量 面对两名神域玩家 寒武也感受到些许压力 好在她并不是单独作战 身边还有岁玉剑锋 和巨型傀儡在 巨型傀儡对付那个男的 岁玉剑锋 你和我共同对付这个女的 寒武快速进行分配 随即战斗展开 寒武和岁玉剑锋 重向女性神域玩家 而女性神域玩家 则抄起法杖 只向寒武和岁玉剑锋 方向上面一颗宝石 发出赤色光芒 然后化作大量火球 向二者砸去 火之力 火流星 女性神域玩家轻盈道 这份火之力的程度 达到了白银级水准 即便是寒武 以冰霜之力抵抗 也难免感觉酷热难难 还是岁玉剑锋 击射出树道剑锋 为寒武斩碎了 向他飞去的火球 才算是让寒武脱离 被火球围绕的困境 女性神域玩家 这才注意到 岁玉剑锋的实力 风之力 我也有掌控 女性神域玩家沉映道 风之力 断魂丝 寒武能够明确感受到 风之力在女性神域玩家的 法杖上汇聚 并凝结成一根根细丝 向他们飘来 寒武丝毫不怀疑 这看似无害的细丝 能够轻松 将他们的身体截断 岁玉剑锋 面对风之力的挑战 不甘落后 他强行汇聚风之力 激发斩铁士 风之力凝聚成风之长剑 将断魂丝 尽数阻拦切断 并且斩铁士向着 女性神域玩家刺去 女性神域玩家并不急 轻轻挥舞法杖 激发出自己的另一种力量 兵之力 雪花盾 风之长剑刺在雪花盾上 不但没能将盾牌刺破 反而引来大量冰霜 将风之长剑冻结 寒武以巨剑 拍开岁玉剑锋 握住长剑的手 才让他避免 手臂也被冻结的惨剧 这下 岁玉剑锋没了武器 他便看到 巨型傀儡 在队长的诗人状态下 身上的宝石 被抓下来大骗 继续打下去 怕是里面的洞穴诸如 都要被队长揪出来 也让寒武彻底地意识到 自己当前还是太弱了 面对一些在乱星海内 待了很长时间的神域玩家 完全不是对手 绝望了吗 那就让我用我威力 最强的一击 还终结你 女性神域玩家说到 再一次举起法杖 雷之力 迅雷轰 恐怖的雷霆之力 在法杖前 汇聚成一颗雷霆之球 向寒武击射而去 如此快速的攻击 寒武根本躲闪不及 只能持巨箭挡在身前 并灌注冰霜之力 增强防御 同时 心里也在思索着 若是挨了这一击 他怕事也得受到重创 而再次遭受重创的后果 就是死 就当寒武绝望之际 一声熟悉的声音 突然从他身后传来 这不是武汉兄弟吗 没想到 咱们会在这里见面 说吧 一层护盾套在寒武的身上 为他挡下那致命的雷霆之球 寒武也是有些诧异 他在乱星海 并没有熟识的朋友 帮他的究竟是谁 转头看去 寒武便看到了蓝江 更确切地说 是化名蓝江的御之神王 他带着一脸柔和的笑容出现 让寒武内心深处 又重新燃起希望 我看你现在是 遇到了困难 这样吧 一千万金币 我帮你一把 御之神王说着 也不管寒武是否同意 抬手一挥 队长和那名女性神育玩家 便被一层球形结界所包裹 任凭他们如何发力 也无法将这球形结界打破 寒武长说一口气 御之神王的到来 他的危机算是解除了 只是御之神王为何到来 难道是御之道自己遇到了危险 所以特地前来营救 不可能啊 进入乱星海后 一切所拥有的权能 会被禁入玻璃 哪怕是御之神王 也不可能带着御之神拳 进入乱星海之内 又如何御之道自己遇险 带着这个疑惑 寒武没有明说出来 而是问道 蓝江向导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颗小星球 他看御之神王该如何回答 第1195章 冰霜射手神体 面对寒武的问题 御之神王发出一阵尬笑 我说我是迷路了 你信吗 你猜我信不信 寒武没好气道 我猜你信 也劝你信 御之神王表示道 只要他不主动 捅开那一层窗户纸 他就依旧是化名蓝江的向导 寒武一时语色 回想遇到御之神王的经过 寒武没有被坑骗 反而从御之神王的口中 得到了不少关键信息 现在 御之神王还救了他一命 这恩情不算小 好吧 我信 寒武附和道 随即寒武转头看向两个 被困在球形结界内的神域玩家 我如果杀了他们两个 你没意见吧 御之神王摆手 示意寒武随意 寒武深吸一口气 调动力量 对着两名无法从结界内 逃出来的神域玩家 发动斩铁士 一斩下去 两名神域玩家尽数死亡 淘汰之力默默发挥作用 为寒武吸收了 他们两个50%的神性 加起来 足足有40点之多 这些神性被寒武吸收 祝他神性获得再一次提升 达到了22点 神性达到20以上后 寒武每提升一点神性 就需要消耗16点神性 即便是他拥有淘汰之力 提升速度也不得不慢了下来 御之神王感知到了 寒武神性的突然提升 带点诧异的 多看了寒武一眼 武汉兄弟 没想到你 竟然获得了淘汰之力 实属难得 御之神王这话 让寒武有些疑惑 杀死其他神域玩家 不就能够得到这淘汰之力吗 有什么好奇怪的 御之神王向寒武解释道 想要得到淘汰之力的规则多变 需要在某些特殊的小星球 杀死同族的神域玩家 才能够得到 拥有这种力量的神域玩家 又被称为星神 星神对于眷族的威胁力更大 日后你在其他星球历练之际 可要小心被那些眷族举足围攻 虽然来乱星海的时间不长 但寒武已经见过不少旗客规则 时灵时不灵的 他也无所谓了 御之神王明显还没有说完 武汉兄弟 你就不好奇 为何你所应对的这些对手 所拥有的实力 要远超于你吗 寒武眉头一挑 想来这才是御之神王来这里的真正目的 他们的神性更高 比我强也是应该的 你的意思 难道是有什么办法 能够让我的实力快速获得提升 寒武不太确定地问道 自然是有的 不过这种方法十分珍贵 想要让我告诉你 得掏钱 御之神王道 寒武无了个大语 不就是要钱吗 他寒武别的没有 金币多的是 说个数吧 寒武直接问道 御之神王举起一指头 一千万吗 现在就给你 寒武正要将金币从面白里取出来 御之神王则摇了摇头 是一个亿 寒武听后 先是一愣 他购买了从头到脚 一整套三星神性装备 也才花了一亿金币 御之神王的办法 究竟是什么 能和这一整套三星神性装备相比 虽然心中疑惑 寒武还是答应了御之神王的要求 从面板中掉出一亿金币 落在御之神王面前 一亿金币堆积起来 如同一座小山 御之神王看到金币 双眼都要放光了 他迅速将这些金币 收入自己的面板 随后从口袋里 掏出一卷羊皮卷 交给寒武 寒武将其打开 看到里面的部分内容 只觉得发自内心的感到震撼 这竟然是一套 以神性为核心力量 所编转的功法 其名为神体 神体的修炼 能够做到 将神性和肉身合二为一 达到肉身及神性 神性及肉身的程度 如此一来 加在在神性之上的力量 或是能力 就会和肉身融合更加彻底 从而极大程度上 提到这些全能 所爆发出来的威力 羊皮卷上所记载的 只是一级神体 虽说是一级神体 却也能够将五种能力 或者力量 加在道上面 进行全方位增强 为什么只有一级神体的修炼方式 后面应该还有更高级的神体吧 寒武迫切地追问道 即便是匆匆浏览了一遍 寒武也能够察觉到 神体的强横 欲知神王笑着表示道 后面自然还有 当前神体功法的开发 已经达到了五级 若是你想要后面的 二级神体功法 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满足两点即可 一是 将自己所拥有的神性 提升至三十点 二就是 加钱 二级神体的功法 至少需要五亿金币 寒武沉默 目前来看 将自己所拥有的神性 提升至三十点 有点困难 这主要得根据 日后还能遇到 多少神域玩家来决定 不过第二点倒是很简单 不就是金币吗 他寒武有的是金币 三千万亿金币 目前也只是花费了一丢丢 五亿金币 他随手就可以支付 如果我神性提升到了三十点 找不到你怎么办 干脆你现在 就把一级神体后面的 所有功法都卖给我 我提前向你支付金币 寒武表示道 乱星海的规则是混乱的 路径也是混乱的 寒武不太相信 等他神性达到三十点的时候 他和欲知神王还能够遇上 并没有同意寒武的提议 只是回了一句 咱们下次见 说吧 欲知神王便转身离开 很快就没了踪影 寒武有些无奈地 瞧着欲知神王消失的身影 嘴上还在嘀咕 小妾 直接把后续功法 给我不就好了吗 可他终究不理解 欲知神王的想法 也不知道欲知神王 是如何找到的自己 他只能确定一点 那就是从当前来看 欲知神王并没有 伤害自己的意思 这就够了 命令碎玉剑锋等收拾战场 寒武便找到 之前一行神域玩家 搭建起来的临时营地 开始照着羊皮券上的功法 修炼起来 一级神体 能够容纳 共计五种能力 或者力量 寒武查看自己当前 所拥有的能力和力量 分别是威射之力 冰霜之力 宝石之力 驯服之力 淘汰之力 能力 飞行 能力 奔跑 能力 射箭 能力 缓慢愈合 共计九种 也就是说 只需要排除里面的四种即可 首先要排除的 自然是淘汰之力 淘汰之力 算是寒武的被动 即便是不主动释放 也照样发挥着作用 随后排除的是驯服之力 这个力量需要主动释放 却和其他能力和力量 并没有太大关系 能力 奔跑 也被排除 有了能力 飞行 奔跑就有些上不了台面了 至于最后一个排除的选项 寒武选择了能力 缓慢愈合 这个也相当于被动 即便是不用激发 也能够持续发挥着作用 剩余的五种全能 被融入到一级神体内 即威射之力 冰霜之力 宝石之力 能力 飞行 能力 射箭于一体的一级神体 很快成型 并获得了具体名称 冰霜射手神体 第1196章 黑甲乙 这就是乱星海内 所发展起来的能量体系吗 寒武感受着冰霜射手神体的力量 感叹道 他的面板上便展现出 冰霜射手神体的具体属性 冰霜射手神体 即威射 冰霜 宝石三种力量 与飞行能力和射箭能力的融合 激发此神体后 自行装备冰霜神弓 威射之意 寒武尝试激活这一神体 下一瞬 他的模样发生变化 一双苍白的翅膀 在他身后展开 一把冰霜神弓 出现在他手中 只要寒武一动 冰霜神弓上 便会生出一根冰霜箭矢 冰霜箭矢 使通体 蕴含极强的冰霜之力 和威射之力 在保湿度达到100%的时候 还能够爆发出 极强的穿透力来 此种状态 极大丰富了寒武攻击形式 并能让他以更快的速度 闪避敌人所释放的攻击 而且由于冰霜射手神体 包含了威射之力 宝石之力 和冰霜之力 三种力量 皆属于可成长的类型 这也就代表着 冰霜射手神体 能够继续增强对此 寒武很是满意 他赶忙飞出 准备叫上碎玉剑锋他们 一块去围猎这颗小星球上的卷足 继而增强威射之力 在找到他们后 寒武便发现 暗影魔人也在队伍里 暗影魔人并没有跟随 曾经的同伴狂狮和黑衣人离开 而是选择留了下来 看到寒武 暗影魔人急忙上前 发出诚挚的恳求 请让我加入您的队伍 暗影魔人认真道 寒武转头看向 碎玉剑锋和花女 暗影魔人想要加入自己的队伍 绝对和二者脱不开关系 我无法相信你 所以还是请你离开吧 寒武直接拒绝道 也会因为某些原因 而背叛自己 寒武不会将这种定式炸弹 放在身边 暗影魔人似乎早就料到了 会是这种结果 他的表情顿时凝重起来 但很快 他像是做好了某种决定一般 双膝跪地 向寒武再一次恳求道 我愿意做您的信徒 陪伴您继续历练 而且我还会将我的暗影之力 也授权给您 由您来支配 我只希望 您能够带我回到我的家乡 话音落地 一条纤细的信仰之线 连接到了寒武的身上 那是属于暗影魔人的信仰之线 一名帝皇级强者 每日所能够提供的信仰 绝非一个小数目 并且随着信仰加深 所提供的信仰之力 还会成倍增长 更关键的是 暗影魔人将自己的暗影之力 交由寒武支配 也就是说 只要寒武一个不高兴 他完全可以 拒绝归还暗影之力 将暗影之力霸占 而对于暗影魔人这个种族而言 暗影之力不亚于他的性命 暗影魔人都把自己的命 多少有些不礼貌了 看在黄金级的暗影之力的面子上 寒武勉为其难地收下了暗影魔人 随后 他便带着一行卷族 去猎杀这颗小星球上的野兽们 因为两次卷族暴动的缘故 这颗小星球上 所存在的兽型卷族们 已经相当疲惫 根本没有太多的力气 反抗变强的寒武一行 寒武直接激发冰霜射手神体 拉弓射箭 一道道冰霜箭矢 穿透这些兽型卷族们的身体 寒武的威慑之力 吸收他们死亡时 所以散出来的能量 缓缓提升 一直持续三天的猎杀 这颗小星球上的兽型卷族们 不是选择投降 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死去 寒武在收获到信仰的同时 威慑之力也获得了巨大进步 提升至黄金级 黄金级的威慑之力 作用范围扩大到了方圆千米 除了能够产生一定程度的精神打击之外 还会造成轻微的物理伤害 物理伤害的力度 大概就是 能够将精英生命体秒杀的程度 寒武已经想到 用威慑之力 去对付那些弱小的卷族 会是何种震撼的局面 为了加强冰霜射手神体的威力 寒武还对宝石之力进行了提升 在他一通狂吃之下 宝石之力消耗的食物 总量达到一定程度后 也提升到了青铜级 青铜级的宝石之力 要比黑铁及时强大一倍 宝石度在80%至100%之间时 寒武最多能够爆发出400%的力气 以这种力道 所射出的冰霜箭矢 怕是连一座山都能够洞穿 将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消耗后 这颗白银小星球 也没有继续留下去的必要 寒武对自己的情况进行分析 以他才进入乱星海 不到半个月的情况看 他的提升是巨大的 可相对于那些 出生在乱星海的神域玩家来说 他依旧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这些差距 主要就在于神性方面的差距 寒武需要更快地提升自己的神性 来容纳更多更强的权能 可光杀那些神域玩家 是不行的 他需要更多的信徒 需要更纯粹的信仰 这才是一名神域玩家 所该坚持走下去的道路 想通这一点后 寒武便开始从星途上找寻 在这颗白银小星球周围 是否有拥有海量卷族团队的小星球 一番仔细搜寻之下 还真被寒武找到了 在这颗白银小星球周围 确实存在着一颗 同样是白银级的小星球 能满足寒武的要求 在那颗白银小星球上 所生存的卷族 有且只有一种 名为黑甲蚁 黑甲蚁的各方面属性 和蝗虫很像 同样的能吃 能生 单体实力很弱 但就是这样一个 并不是很强的种族 却能够霸占一整个白银小星球 足以说明 黑甲蚁这个种族 是有点东西的 就让我来亲眼看看 黑甲蚁能否成为 我在乱星海 真正站稳脚跟的最优选择 寒武确定了目标 等待时机 一天后 他共计消耗五把白银钥匙 带着队伍 进入到了黑甲蚁所在的白银小星球